我介紹一下良心店 今天去了洛克道 其實天樂里附近也有這間 大排檔小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之前我也介紹過天樂里那間 例如下午你吃咕嚕肉 豉油雞很棒 送你一碗泥湯就最棒 今天和俊仔和敏仔一起吃 四個人吃了一碟 時蕉炒蜆 兩隻魚隔 大排檔小炒 招牌菜咕嚕肉 還有薯仔牛柳粒 也是招牌菜 豉油雞 這三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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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沙雞 菜泡肉粹 煎蛋 再叫了 兩支牙薩兒 他就興用戰鬥碗 兩支牙薩兒 加起來都是 九百多元 還叫了四碗飯 因為下午 去港會跑馬地 看球之前 去了吃 銅鑼灣 登龍街的麵磚 麵磚那些 最重要是他的醬 那些醬 加起來就很棒的 麵磚的 車仔麵 我這就是 齋 魚蛋 和牛腩 麵磚 我和方哥都去過 這間也是介紹的 在長沙灣 在長沙灣站 走過去也行 在荔枝閣站 走過去也行 在長沙灣 昌華街 叫做粵食 粵就是粵南粵食 這間粵的粵食 這間粵的粵食也不錯 這個就是 法式 炆牛辣條 好像這些牛辣條 有五條 是很足料的 法式炆牛辣條 這個是火車頭河 湯是很棒的 湯是很棒的 真是一流的湯 真一流 粵食 在昌華街 長沙灣 這個是他們的豬手 這個是豬耳紮肉 山菜包 裡面有豬耳紮肉 應該是青瓜絲 包在山菜裡吃的 夜飲也不錯 這個就是紅豆奶茶 這個好像是芒果綠茶 我覺得這間的食物 去到夜飲的質素都不差 說了一次 長沙灣 昌華街 叫做粵食 月就是越南越 食就是食女 或者食物的食 大家有機會 都 幫助一下 我經常都是 趁著出去吃東西 通常 主要首選 都會選一些 良心店 你知道香港經濟 都很難捱 都可以選一些 良心店 好 今天時間 差不多了 有興趣大家 都可以看回 今早 和Lina 在希望之聲 粵語頻道 或者和珍姐 在珍元珍語頻道 那邊的直播 有興趣大家 都可以看回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至少 每天 都可以看回 小吃 都可以看回 所有人 都可以看回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